看我們才有過去打著居住正義 但是很多人現在看到他們家 在挑房子就想說 奇怪 你們家怎麼亦來亦去 是不是跟過去從政的理念 變化非常大 今天包括大家講說 不只是看豪宅 因為陳佩琪昨天的文章 一口氣 看豪宅 小宅 辦公室 光是他們兩個醫生 兩個都醫生 又當市長 去看豪宅 大家都不會有意見 你同時間看小宅 又看辦公室 很多人就好奇 那你的錢到底怎麼來 偏偏這時候又在質疑 民眾黨的金流 問題就越來越多 然後現在告訴大家 不只看豪宅 柯文哲在新竹 這個超值錢的農地 種芭樂 所以要告訴大家種芭樂 而且告訴大家要把錢捐出去 但是現在到底有沒有捐錢 好像後續大家比較少去關注 這個地方已經到處雜草重生了 所以新竹市政府就發函 希望說你至少要美觀一下 要整理一下 但後續的處理 到底是怎麼處理這一塊 以及他現在的價值到底是如何 大家就會很好奇 吳靖有告訴大家 高宏安當市長的時候 有一位民眾黨的立委 有陪著他一起去現場會刊 希望趕快促成該地區的重劃 如果真的重劃搖身一變 那價值更不菲了 所以到時 但是到現在大家都好奇說 就這個時間點最敏感了 已經帳目不清了 民眾黨的金流到底怎麼留 留下哪兒都還是講不清楚 木可到底是不是這個黨營事業 其實到現在都還是個問號 那現在主席夫人陳佩琪 每天都發文章 這個柯P拉著他出門 都讓他少講話了 可是他還是一轉眼 臉書就寫了一大篇 他到處看豪宅 小宅辦公室 今天到底是怎麼來 然後這個時候又有人開始 在他們的這個粉專裡面 去講他的差額一來一往 可能差了四千多萬 那到底有沒有差那麼多 以及你有那麼多的心肌流 可以看房子 大家就會一直討論 然後現在包括還有個事情 跟牽扯到價值觀 因為陳佩琪說 要用房子的事情 逼他這個孩子 幫他找一門媳婦 那孩子男的可能壓力很大 但他有兩個女兒 怎麼這個過程中 舊的兩個房子 或者看新的房子 看小宅 或者甚至看辦公室 都沒有聽到 他在幫女兒著想 兩個女兒怎麼連一間都沒有 然後因為這麼多事情 王世堅一聽到陳佩琪 去看豪宅 要他兒子結婚 他說這個柯文哲 在政治上已經判自己死刑了 而且達到社會性的死亡 柯文哲剛剛有發出一個罪心 他有講說 去看房子很正常 因為想要換屋 但是為什麼後來買不下去 因為比他的月退 他的豪宅的管理費比月退還要高 最後就不了了之 碧玲委員怎麼看 這個夫人的事情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有些人 像有時候朋友約我 我也會去想去看看房子 所以有時候看一看 其實沒什麼罪過 但是就是最重要是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好像大家敏感 就因為他的一些政治現金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 夫人可能也許就像他講了 他空潮期又有點憂鬱症 那就去寫了一大堆臉書 其實你不寫人家也不知道 憂鬱症 他自己說他有點憂鬱 可能是因為空潮期 小孩子都大了 我覺得應該像他自己講了 如果他九月份退休以後 可以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動 甚至就是說 他還是一個醫師的 有一個醫師執照在 在找一份工作 不用像現在聯誼這麼累就好了 但因為現在就是大家 也就是拿個顯微鏡 再放大再看他 所以有時候在這個時間點 是敏感的時間點 是不是少寫一點臉書 我是覺得 可能對柯主席會好一點 至於要去倒回來 如果我們社會上一般普通人 去看房子 我覺得也沒什麼罪過 因為他們兩個夫妻 都是醫師的一個 每個之前的一個月薪 我覺得去看房子 就像我沒什麼錢 我也可以看房子 你知道我住在清水那裡 是重劃區 然後也是一個就是 反正我們剛好是 武器跟清水的交接地 然後就蓋了很多 蓋了很多的房子 不能夠說豪宅 只是那邊是一個重劃區 然後就拼命蓋房子 有時候他們新的建案 開始的時候 鄰居就會約我 他說畢如委員 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看看 人家怎麼賣房子 結果我心想說 當個普通人去 結果我也是晚上 我已經很低調了 然後就默默坐在旁邊 聽他們怎麼去講 要蓋什麼樣的房子 講到一半還是被人家認出來 他說畢如委員 你要買房子 我們可以另外幫你 帶你去看一下 我說沒有 我只是想要體驗人生 所以體驗人生 也沒什麼犯錯 但是我覺得佩琪醫師 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不適宜 因為社會上 已經就是對政治現金的 捐款這件事情 有這麼多的疑惑了 我想這個時間點還是低調一點 會比較好 我個人認為 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看到那個房子 後來下不了手 因為是因為他的管理費 比他的月退還要更高 這個說法 大家就想說你越講 大家越會去抓相關的去查 到底多高 因為你說看1.2億 他的管理費會大到 他的月退金嗎 畢如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主席可能也搞不清楚 他的月退是領多少 但是我覺得 這時候少說話 拜託少說話 就是誠心的道歉 台灣民眾是有能力反省 道歉改過的 這樣就好了 同時這件事情 我也會覺得 這個風波 我相信柯主席 還是能夠去聽過的 只是就是說整個 大家覺得他人設崩壞 人設崩壞要重新重建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重建才是大工程 我現在看到的是後面的 這些重建 現在目前看起來 今天他剛剛發的臉書 就是說也沒有假發票 也沒有假賬 只是說記帳就是比較亂 記帳亂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找第三方 來幫忙釐清 因為監察院也許 我跟你講選舉的每個人 報仗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比較對不起來 我覺得監察院 因為這是支持者捐給你的錢 只要你是用在選舉上面 我覺得這個 只要把它對上來就好了 所以這件事情 當然已經燒了兩個多禮拜了 我覺得他好像是一齣聯繫劇 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劇情 我不知道誰在寫這個劇本 我就覺得看了我每天都眼花了 你不覺得是夫人跟柯文哲 一直出劇本的梗嗎 每天都有 像連戲劇一樣 而且每天都有新的進度 每天都有新的劇本 我就心想說 誰是編劇這麼會寫 然後我是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沉澱下來 秦主席也是靜下心來 然後有問題 一個一個改過 我是對他有信心 那也在這裡呼籲一下小草 大家靜下心來 理性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比利偉 要請教一件事情 小草現在可能會比較 您剛才也講到 人設要重新再建立起來 可是在看豪宅的這個時候 很多人就想說 2014年 當年為了要打聯繫文的時候 怎麼去罵地堡的 就現在就看著房子1.2億 甚至像現在最新的說法 光是每個月的管理費 就已經超過他的月退縫了 那可能就不是1.2億的豪宅 那你怎麼看 這也是大家當時很支持他 因為你是標局居住正義 但你現在看著 亦來亦去的豪宅 主席不要再講話 言多必失 真的 我們就是虛心檢討 虛心承認錯誤 然後來改正就好了 我真的很誠心的 來跟主席跟夫人喊一下話 主席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要請教平哥了 因為現在包括金華城裡面 現在包括議會 還有相關的這些檢調 約團的動作越來越多 那現在有個關鍵的角色 當初的這個都委會裡面 我們之前都有講到 宋楚瑜的女兒在內 他們有些人其實是反對的 那最新的這個叫王介聚 他也講說 他其實講法都一樣 這幾個反對的人 都是同一個理由 金華城是一個不到30年的建物 根本沒有辦法符合都跟條例 圍繞重建 那如何不斷的把趴數加上去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他現在也被查 他說我們有意見的人 第二任就沒有被續聘了 甚至他們的這個很多發言 都沒有時間 很奇怪 這是他的一個表述的方式 那講到三大案 當然很多內容細節 大家就講過了 但是我們的王世堅 堅哥 他就句詞說 他覺得他遇見 柯文哲很快就會被約談 有可能會被收押 真的會被收押嗎 他說要送給柯文哲最後一個禮物 當然是他被動 因為偉漢問他 如果你要送禮物你要送什麼 他說送一個便當 到看守所去看他 兵哥怎麼看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也建議柯主席 這些東西就不要再寫 不要再寫 你寫越多錯的越多 我剛剛去查 那一棟1.2億的管理費 一萬兩千九百多 一萬兩千九百多 所以你確定你的月退縫 連一萬兩千九都沒有 那月退縫如果少說六七萬 那那個就好 七八億以上 因為通常我們以這個比例來算 通常豪宅的管理費 大概是他賣價的萬分之一左右 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一個五億左右的房子 他的月管理費大概是五千萬 五萬 那月退絕對超過五萬 對啊 所以他1.2億算是 還是1.2億是小宅 他講的小宅就是1.2億 真正豪宅是那個五億六億的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 我不曉得 這個柯文哲到底有沒有考慮 越選越麻煩 真的要傳訊息 請他不要再寫 對啊 這種東西真的不要寫 要不然就寫的時候給你看一下 你想想看 會有人相信你月退沒有一萬多嗎 會不會太離譜 你比那個最基層的勞工都不如 那堅哥說的這個東西 老實講當然就是一種嘲諷 那我也提醒堅哥 不好意思 因為你不是他的家屬 你不可以帶便當給他吃 不可以 只有家屬可以喔 抱歉 因為他是收押 他不是那個 他又不是 他不是在做監獄 對 又不一樣好不好 沒有辦法特見 然後再來呢 現在柯文哲最大的問題就是 幾乎所有的 就是包括都委會也好 包括都法局也好 包括副市長也好 所有人幾乎是眾口同聲都說 是市長交辦市長指示 那這個問題就會很大 因為到最後責任歸屬 可能就要歸屬到柯文哲身上 因為就好像耀州剛講的 就是因為金華城不符合 這個維老杜根的問題 那台北市有沒有容積率 比他更高的 有 最近正在建的西華飯店 百分之933 可是西華是真的老啊 對啊 第一個他真的老 第二個他建的非常高 所以他就符合這樣子一個 超高的容積比率 可是金華城不可能 所以你是用很多其他的一些 特別獎勵條例去給他的 那為什麼其他的 如果說你給每一個建案都是這樣 那可能還有得談 問題是 這些條例看起來都是為 金華城特色 天哥我要簡單的問一句話 真的會有可能被收押嗎 我覺得他被起訴大概是百分之百 那約談的過程中收押的機率 我倒認為不高 因為說真的 柯文哲不會多講什麼 然後該講的所有的人證 什麼這些東西 檢察官大概都釐清 所以基本上 你收押柯文哲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講實在話 反而對民進黨來說 把他放到外面爬爬罩 讓他自己去講話 對民進黨更好 他包括現在木可的帳 又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我們要看一下 小草是不是被當成韭菜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一個YT的頻道 叫民眾之聲 那滿厲害的 選舉期間不只是流量高 他們整個斗內的金額高達189萬 那就有人爆料說 許甫在會議裡面講說 這筆錢我們可能可以透過 木可公司轉進去 最後也許就可以轉做 他們這個競選團隊的獎金 其實許甫當時講的可能是好意 就是說大家那麼辛苦 我們也許有個方法 可以最後變成大家的獎金 但是許甫今天出來解釋 其實某種程度 有點證實了這件事情 他說因為後台設置有問題 斗內都卡在YT沒辦法取 因為有買添購這些設備 討論是不是要請木可來幫忙 後來擔心有觸法的疑慮 因此打住沒有進行 這一番話說得好像有解釋到 但是大家問說 那你請木可這樣轉來轉去 當時怎麼覺得沒有問題 不是這個斗內的問題 是其他小物的問題 所以覺得說你這個解釋 到底解釋得過去嗎 然後還有包括今天 黃珊珊出來的時候告訴大家 他們自己要去調查局倒過來 去跟調查局拿正本的這些單據 那大家一聽 你們還要去跟調查局 調正本的單據 為什麼 他說因為副本的時候 當初拍可能有折頁 沒有拍清楚 或者日期太模糊 或者金額寫得不清楚 那我想說那你們當初 到底是怎麼完成作戰 已經副本在copy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太過草率了 所以你現在倒過來 去跟調查局來查账 然後還有包括另外一個 昨天傳出來說 有好多筆是來自香港 或者中國大陸的地區 那語法如果他們是 不是台灣居民 沒有台灣的身份證的話 這樣不行 那吳一新就一句話 他說初步都有看過身份證 但有一個關鍵的問題 有三筆來自香港是匿名的 那既然是匿名 你如何第一時間查出來說 你們都有看過身份證 還是說你看了 秀出來可是沒有登載 這個沒有講清楚 那今天也沒有再進一步問他 還有一個大家討論了幾天 梁秀菊 前台北市的主計處長 也是進總的財務長 他是最厲害的 而且紀律嚴明 他多細人家舉例 他們從台中的高鐵 台中的高鐵要搭車到山上去 那這個坐車至少兩個小時以上 他們居然是抱計程車 隨隨便便就超過2000塊 那如果是我 我也會問說 你怎麼不直接租車 包車也不用2000塊 所以梁秀菊就會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租車 你車上到底有幾個人 導致你沒辦法租車 他又舉例 這麼會把關 這麼仔細 這麼用心很良苦的人 後來聽說柯文哲 可能心理上會覺得說 我可能要讓民眾黨 也有一點錢可以用 所以就故意不重用他 而用了李文中 那柯P 柯文哲 剛剛臉書裡面也講了 他覺得整個帳目 這麼亂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居然原來是李文中 自己一個人決定 整個這個會計的事務 是外包的 這樣不行 我不應該不相信制度 我就是被這個同學 跟了50年的同學 被他給害了 我太相信他了 這是柯文哲最新的說法 有關於這個會計外包 之前大家都以為是民眾黨的決定 或者柯文哲的決定 但是柯文哲現在告訴大家 是李文中的決定 秘魯委員 過去兩次市長選舉的時候 帳戶到底是怎麼做的 以及現在發生這些問題 您怎麼看 2014年的選舉完之後 因為選舉我沒有跟選舉 我只有參與那個MG149的記者會 但是選完之後 我進到台北市政府之後 事實上因為有上個月 那個監察院的一個期限 後來監察院也通知我們 當時我們有被花了一些錢 就哪些情況之下是不行的 第一個是他未成年 好像未滿18歲 你是不可以捐款的 那我們當時呢 就是查到有一些有8歲的 有13歲的 顯然都是當時的父母親幫他 米尼草啦 米尼草 對 2014年那時候 我記得後來我去接手 這個账務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一筆 是來自於外國的公司 外國的公司 是敏感地區的嗎 不是後來因為我有去查 然後他有給我看 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但是因為他的 他的那個就是公司的 那個主要的董事長 他捐的時候 他寫的是 他是說他是華人 所以可能我們沒有查到 他是外國公司 那基本上政治現金裡頭 未滿18歲不可以捐 外國公司不可以捐 再來就是這個公司 有負債是不可以捐的 那這個部分倒是沒有 所以2014年 那時候我印象中 我們有幾筆就被罰了 那像外國公司 好像是罰三倍還罰四倍 我印象中 所以我有特地去拜訪 這位外國公司的董事長 我還跟他說謝謝 然後我跟他講說 但是監察院要罰我們 當時他還跟我講說 我不知道這樣會被罰 不然那個罰款我來繳好了 罰第二次 對 就是他接了一筆給我們 他後來為了要罰款 他又幫我們繳了罰款 那當時這個事情動機應該蠻大的 應該成為一個教訓 怎麼還會發生出這種狀況 就是這個可能還要再去查 到底有沒有 對 那2018 因為當時你看 我們當時就說 我們不接受捐還 只有有一次就是好像十二小時 而且就是網路上面捐還 十二小時我們就關帳 所以2018基本上帳是蠻簡單的 那我覺得我要講一下 我們那個糧修局 因為他其實 我在台北市政府認識他是 因為他是主計處的處長 那後來他因為他退休了 退休之後 我覺得柯主席找他來當裡頭 當這個張宛財務 第一個是對的 但是我們每個人要跟他領錢 確實是還相對蠻困難的 你可以舉例譬如說跟他 舉例 舉例就是 我講一下2022年的時候 那時候主席就叫我去 當那個宣戰小組造極人 那我全國這樣子跑 那總是有一些經費 然後再來就是 我帶著這些團隊這樣子走 我總是要有先有些 我就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領一筆 領用金先在我身上 我幫你簽了資料之後 我花了什麼單據 我再跟你請回去 那一開始他就覺得說 不行 要有什麼單據 然後後來 但是後來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這樣讓我們很多 在前面打仗的人都很難做事 就沒有銀彈用 對 都很難做事 但是我們要自己出錢 我說我也可以自己出錢 但是我說 黨是不是可以先支應我們 因為帶著一群人 譬如說交通費三餐要吃 甚至有說我們要在外地過夜 比開廈下來可能10萬 如果沒有預支的錢 我們怎麼擋這10萬 對 所以這件事情 也是溝通很久 後來 因為他本身是公務員退休 我跟他解釋 其實他是可以溝通的 這件事情後來就可以溝通 但是其他的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公務員 就看單據 對 看單據 我覺得財務看單據 我覺得這是對的 只是大家會覺得 可能也許主席要來選舉的時候 他也許會覺得說 什麼都要經過你 或者是他覺得他信任了 四五十年的高中同學 所以今天他寫的這個臉書 我就想說 那他前一陣子出來的時候 他不是說他給小草 給黨員寫了一封信 說他世人不明 用人不當 那他是在講他的高中同學嗎 我不曉得 還是三三 他現在已經講明了 他說他親信認識五十年的 五十年的 對 所以他居然就相信他 可是我覺得主席一方面在臉書 他有誠摯的跟小草們道歉 可是同時間他上民眾這聲直播的時候 又說你們藍綠誰的帳 會比我們乾淨 你們誰敢把這個攤出來 還講這件事情 整個爛帳的事情 他覺得就是像出麻疹一樣 之後就會免疫了 這個麻疹 出麻疹免疫 他其實過往常常講 每一次出錯都這樣講 可是每次大家講 都覺得很沒有誠意 我譬如說出麻疹 很多人是會死掉 就是如果他活下來也許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他出麻疹 你要免疫是要活下來 你死掉就結束了 對 活下來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也出太多次 整個打 他不是出一次兩次 對 我還問一個關鍵的問題 因為過去這一兩個禮拜 民眾黨一直迴避的 就是木可到底是不是 黨營事業 柯文哲是不是希望說自己 馬克馬克黨可以用錢 你的觀察 因為這個部分我不知道 因為我去年選舉 我在太中 所以木可到底是不是 外界所講的是黨營事業 因為我覺得既然檢調 這個檢調已經介入了 所以我覺得檢調應該會去查清楚 因為我個人認為就是捐款這個部分 不會有多大的問題 尤其他說什麼有三筆 有來自於對岸 香港 因為他是用匿名 有時候匿名你想退回去也退不回去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政治現金捐款裡頭 是有一個比例可以用匿名的 那個匿名是OK的 所以匿名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因為他如果匿名 我怎麼退我也退不回去 那我怎麼知道他到底是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對 所以其實政治捐款裡頭 有一定的百分比 他是允許你匿名處理的 對 所以如果他 但他這個匿名是來自 不敏感的地區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的規範有沒有寫 因為他既然匿名 我就不會跟他有什麼對價 因為我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的政治 不對 我們不希望有名 來自我們認為是敵對的區域 就是因為怕說 他會介入我們的選舉 這個跟匿名 這個就變成有衝突的問題 不是 他匿名 但是因為他匯款可能 他所謂的三筆來自香港 他是從香港匯匯過來 但身分不知道是誰 身分不知道 因為我們可能要去查 這個我們可能有時候也查不到 這樣子吳怡軒講的就矛盾了 他說他們都有查過身分 不 他是說其他來自於 多比來自於對岸 那個只要有名字的 我們就查得到 但是其中有三筆是匿名 三筆匿名 這三筆匿名 可能就不好查了 那就有可能來自 可能也許他是拿中國國籍的 但是這個不會影響到整個的問題 因為他既然是匿名 他就沒有想要讓你知道 我們可能再沒有在這個點上 再另外一個討論 沒關係這個帳的問題 要再去看一下 至於是不是 有沒有黨營事業這個問題 秘魯委員說他目前是不清楚 因為沒有參與 對 我覺得檢調都介入了 是好像上禮拜二 他已經有傳喚他們了 我覺得檢調介入 應該也會過一天 過 哥也是可以釐清 好 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問兵哥 因為有一個傳聞 昨天其實姍姍到今天 以二度澄清了 說這個事情直屬烏有 因為但是這個對話 感覺又栩栩如生 柯P其實試探性的問他說 外面都希望你辭立委 你怎麼看 姍姍說我為什麼要辭 然後柯P就語色 就閉嘴了 因為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問題是還有另外一個 今天姍姍最新的說法 不過坦白講 因為他的對答不是很完整 記者問他說 你查完站之後就會離開嗎 他說我會留到 所有補證完整為止 但這個留到 是說留在查障小組 還是留在立法院 記者沒有追問 但是很多人就開始下標 這個他補證完之後 他就要離開立法院 但我想說有這麼單純嗎 也有人講說 那有可能就是這個補證 沒完沒了 他已經暗示補證 可能要花三年的時間 但是民進黨現在沒辦法等了 現在立刻有割草計畫 要把這些小草 如果民眾黨掉幾趴 他們全部要吸收 讓國民黨連渣都吃不到 兵哥怎麼看 第一個就是這個傳聞 聽起來好像薩爾介事 可是我是存疑的 為什麼呢 就是我的好朋友有話哥 他的消息都是全世界 只有三個人知道 可是這個消息照理來講 全世界應該只有兩個人知道 因為只有柯文哲跟黃山山 才會知道 因為他們兩個對話 那第三個人到底是怎麼知道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 所以這個人比有話哥還厲害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存疑 但是會不會有類似的 就是類似的這樣的一個對話 也許有可能 但是黃山山 毕如委員你覺得有可能嗎 像他們對話的口吻嗎 對啊 這像柯文哲的對話 對 因為柯文哲 現在不會說 你就給我辭職 他都會說 你怎麼看 人家都說 希望辭職 他有這樣跟你問嗎 說毕如你的事情 你怎麼看這樣 沒有 他沒有給我問 因為我就自己決定 那個是不一樣的 外面的傳說不是這樣 外面傳說說 是黃山山跟陳志安去 要求柯文哲叫你退 你才退 那是他們 也許他們內部有這樣子的 也許是 就不矛盾 就是也許是並行的事情 對 那沒有人要 好啦 但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對比起來 大家是給你按一個讚 阿兵哥我們繼續回到 這個歌草計畫 我老實講 民進黨當然很希望 年輕選票能夠重新 留回他們這邊 特別是現在民眾黨 正衰弱的時候 也不可否認了 這一波重創民眾黨 很多年輕人 可能對民眾黨感到失望 可是民眾黨 對民眾黨感到失望 就會回到民進黨 那可未必 而且你知道他們的青年儀 對他們確實有青年儀計畫 你知道他們找誰去嗎 他們青年儀找的是 王毅川 吳征 四叉貓 那你覺得這能吸引到什麼年輕人 想吸引到想做網軍的年輕人 是有可能的 我相信是有 要不然就是喜歡用膝蓋 想事情的年輕人 可能會被吸引 那我先恭喜國民黨了 至少可以鬆一口氣 對啊 因為我跟你講 你要找年輕人回來 怎麼會找王毅川 找吳征 吳征確實比賴清德年輕 但他的思想跟個老頭子 沒什麼兩樣 而且影片能力又奇差 所以真的拜託不要再找這種廢物 大家好 我是謝耀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